一從律師事務所裡面走出來 準備上車離開 上前一問才知道 原來樓上有非法民宿 藏身其中 而他們現在還被民眾指控 訂了房不給入住 實在生氣 因為前兩天帶孩子 要到屏東參加學校參訪活動 通過訂房網預訂屏東是某間民宿 入住前再三和業者確認資訊 十二號周車勞頓從臺北南下 辦理入住手續時卻被告知 兩人房沒了 只剩四人房 而且還要加價才能住 他氣急敗壞 秀出訂房訊息理論 最後還是被對方掃地出門 這棟民宿實在隱密 就連鄰居也不清楚 制定業者並未得到回應 而相關單位貨報之後也主動出擊 作為非法民宿 本府將派員前往稽查 非法私自營業還向週地起駕 現在如查證屬時 縣府也將對這間民宿 依法開罰 華爾新聞南部綜合報導